特斯拉撞車 有民眾在國道北上嘉義到雲林 的路段拍下這樣的畫面 可以看到這個駕駛人 他行駛在內側道 但是他睡著了 他的手也沒有放在方向盤 只是再看看 他其實是沒有卸安全帶的 那麼根據駕駛人的描述 當時候他是行駛在內側道 而且時數只有八十 但有鑑於昨天發生了 特斯拉撞車的意外 他覺得相當的危險 而且很誇張 我們來聽看看 這個投訴人怎麼說 根據投訴人描述 他其實一度過程有醒過來 那麼一次發現 前面有障礙物在施工 趕緊的閃避之後 又回到原來的內車道 但是他覺得 他占用了內車道 而且時數只有八十 又是開在國道上 覺得這樣的行為 真的是相當的危險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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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